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4月13日 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华尔街关注的头条 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了3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PPI 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最终需求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比上个月下降0.5% 该数据低于经济学家 之前普遍的预期 PPI明显同比放缓 比去年同期只上涨了2.7% 这是两年多以来最小的涨幅 那么踢出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成分之后 所谓的核心PPI 比二月份下降了0.1% 比去年同期增长3.4% 整体的PPI月度下降 主要由于汽油价格的下降有关 那么随着OPEC加他们做的新一步的减产的决定 那么油价势必会反弹 那么对未来几个月这个PPI的影响会比较大 就是说很难再持续 由于油价下跌所带来的这种PPI下跌的这样一种形式 当然了其他的商品也有可能进一步的遏制价格上涨 甚至是价格下跌也会出现 那么今天这个数据发布之后 LT注意到就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美国经济学家 他们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担忧 就像我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中国经济学家 他们看到了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 那么导火线也是中国的PPI的大幅度下降 那么今天美国这个PPI下降 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有这样一种反应 著名的经济学家乔纳生秋奇 他今天对媒体说 虽然PPI三月份达到了通缩的区域 但二月份向上修正 以及导致的PCE超级核心通胀的分享指数的增加 意味着美联储不能够在通胀争斗中放松 就他这个观点就是从直观表现上来讲 美国的PPI的这种下降 容易让人们引起来通缩的担忧 但是他提醒美联储不要过于考虑这种所谓的通缩的影响 就通胀仍然还是很严峻的 那么LTE赞成他这个观点 因为这个月的三月份的PPI的下降的单一的突出因素 就是石油价格的下降 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石油的价格接近10%的上涨 所以不要受这个PPI数据的蒙蔽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昨天美国政府提出了美国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法规 环保署的计划当中提出来要确保2032年美国三分之二的新的乘用车和四分之一的重型卡车要实现全电动化 那么这个决定坦率来讲还是比较激进的 欧盟决定到2035年他们要求新生产的这个汽车要碳排放为零 那么他这个稍微灵活一点就不一定是电动化 那么你如果能够找到新的能源材料也可以用现在的内燃机车 那么美国这个他就比较简单 他就要求推进这个汽车的电动化 那么这个决定对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从目前的这个电动汽车来看劳动生产率是大幅度提高的 也就是说传统汽车业的电动化的这个改造会产生大量的工人的失业 所以这个倒是汽车行业必须面临的问题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很有意思 昨天呢川普接收了这个福克斯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这个塔克卡森的这个采访 那么在这次采访过程当中 川普的两段话都引起了网络的广泛热议 而且呢不同立场的人的看法还不同 那么LT呢也向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呢 原汁原味的介绍一下 那么第一段被广泛流传的呢 是川普骂了这个马克龙 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在台湾问题上 不要做美国或中国的追随者 那么川普呢在接受采访当中 他批评了这个马克龙的这个说法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 马克龙是我的好朋友 却和中国在一起拍习近平的马屁 那么川普在批评马克龙之后呢 这个不是他的重点 他的重点马上就转移了 马克龙啊讨好中国是因为 拜登政府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 以至于失去了传统盟友的支持 你有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到处爆炸 而美国在其中完全没有发言权 川普说好吧法国现在也要跟中国去了 那么川普这么执政时期呢 与法国关系啊比现在还要糟糕一些 但是呢他在批评马克龙的时候呢 他把责任的归咎到这个拜登失去了领导力 这段视频呢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议论 另外一段视频也在美国社交媒体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 同样在这次采访当中 川普呢他评论了习近平 那么这个呢你假如说看了那个采访呢 坦率来讲这个是福克斯电视台的塔克卡森呢 给川普挖的一个坑 就塔克卡森他诱导性的或者激励性的 他问川普 他说你认为这个习近平有多么的聪明或者有多么的优秀 那么川普呢他脱口而出 他说习近平是属于顶尖型的人物 川普进而说到说习主席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如果你跑遍好莱坞 要寻找某人扮演习主席的角色 你找不到没有这样的人 外貌头脑全部都是很好的 我们的关系很好 赞扬完习主席之后呢 川普意犹为尽 又要夸奖了一番呢 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 习主席的漂亮的女翻译 川普说我想说一句非常不礼貌 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 习主席有一位漂亮的女翻译 她非常漂亮 非常专业 她说了我的每一句话 那么对于这段视频呢 在网络上的议论呢 普遍被认为川普呢 又在巴结习近平 或者讨好习近平 那么这两段视频呢 昨天同时在美国网络被广泛热议 它就形成一个反差 就川普一面在指责马克龙 在拍习近平的马屁 同时自己又高度赞美习近平 那么这个呢就会形成一种 舆论的困惑 就是川普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含义 或者川普究竟怎么看习近平 那么有的网友呢 认为川普夸奖习近平呢 是一个战术性的夸奖 他并不认为习近平是真正的朋友 那么有的网友就说 他的每一个字表达呢 他就是赞美习近平 而且他表达的效果也是赞美习近平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议 那么LT也希望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呢 可以站在你们自己的角度上 对这两段视频给你带来的印象 你可以在评论区呢 谈论一下你的感受 LT是几乎每一个网友 在这个频道留言都会看的 而且还是很认真的去琢磨的 你比如说 昨天LT谈了一个观点 说习近平呢 不太可能真的对台湾去发动武装侵略 那么有些网友赞成这个看法 有些网友不赞成 那么在不赞成的看法里面呢 LT注意到有两个网友昨天讲的 LT认为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就一个认为呢 他不赞成LT的判断呢 是因为说 你不能够用理智的逻辑来推断 毫无逻辑的习近平的想法 就即便是我们是根据习近平 一贯的示威方式来推断 他不会武装侵略台湾 但是网友提醒说 习近平本身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人 你不能用这种逻辑来推论习近平这个人 LT认为这个观点呢 是有道理的 当然他也不一定改变LT的那种立场 但至少他这种示威方式 LT认为是值得学习的 第二个反对LT观点的网友留言呢 他认为中共党内存在强大的这种 示威和愿望 就要求习近平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说武力侵占台湾 也不完全是习近平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事 那么这个观点呢 LT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 也是我们判断习近平最后做决策的一个依据之一 就中共党党他这个本身这个党机器 还是非常强大的 也不能够忽略党内的这样一种情绪 或者是要求 所以网友们的评论呢 还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学习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这个重要新闻 LT认为很有意义 也是给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 提供最其实的这样一些资讯 让我们对这个事件呢 能够更清醒 更早的能够有些理解 这是个什么事呢 就最近美国情报系统啊 内部泄露了大量美国的最核心的一些机密 在全球引起了轰动 那么究竟是谁泄密 他为什么要泄密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 那么有关这个事件的发展 大家也相信就美国强大的情报系统和他的情报研究 收集研究能力 他会把这个事弄清楚的 那么这个事呢 到今天来讲呢 应该接近水路时出了 LT想把呢 各方面的这些资讯呢 综合起来 让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有一个全貌的了解 当然也是比较及时的一种了解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在爱尔兰发表演讲当中 他提到了这个事件 他传递了很有意思的信息 就拜登的说法是 有关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的泄露 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查 拜登说 我们正接近寻找到结果 他说尽管我现在 我还不知道结果 但是呢 根据内部的报告 那么这个结果呢 接近于调查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很权威很正面的一种信息 就这个事啊 差不多弄清楚了 那么第二条有关的这个进展呢 是美国的社交平台 Discord对外表示 他目前正在与官方合作来调查 机密材料的泄露问题 这个呢 就让舆论呢 进一步了解了 就美国的情报机构的调查呀 已经进入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环节和细节了 因为最早这个机密信息的泄露啊 是在这个平台泄露的 那么有关这个平台啊 Discord 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社交平台 这个社交平台上 它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支付器 就单独啊 开一个平台 你只要影响大的话 你能够形成一个群组的话 你单独可以弄一个支付器 而且呢 是匿名化的 那么实际上 在郭文贵的案件当中 这个平台呢 也是被多次提到的 就郭文贵在拉赞助啊 或者有的报道叫他骗钱啊 他主要是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的 就这个平台 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平台 那么最近呢 也有些媒体在报道 就郭文贵的这个捐款者啊 现在他们认为是一些被骗者 也都在向媒体 美国媒体介绍 怎么被骗的 LT看到就有一个人 曾经还在YouTube上看过他的节目 他是个卡车司机 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很辛苦 也很乐观 每天把自己长途旅行的 这种卡车顺货的里程呢 向网友们分享 那么就这么一个老实肯干的 这么一个人 对生活也很乐观的人 他自己最近撑了 像美国媒体证 他被郭文贵骗了20万 哎呀 也是痛苦流涕 就所以说 有一些啊 封闭性的这样一种社交平台 他隐蔽到啊 成为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 这样一个 社团组织之后啊 他就很容易 形成一种邪教的气氛 那么这个 在这样一个平台 他形成的这种封闭式的 这样一种 社团群组的话 他会给人们带来 很多的一些假象 所以这是第二个进展 就追索的 这个社交平台来了 就要锁定一些证据了 还原这些泄密的过程了 那么第三个方面 与网友分享的是 华盛顿邮报 他发了一个长篇文章 他几乎 把这个重大的泄密事件的 前因后果 整个过程 他把它还原了 他采访了很多具体的当事人 所以说拜登说 接近了 完成调查了 他这个说法呢 是可信的 你从华盛顿邮报的 这个报道上 相信网友们也会了解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华盛顿邮报 这个长篇报道 还原这个事件的 整个过程 LT认为呢 有八个信息 你掌握了这八个信息啊 你差不多就可以 完整的了解 这个轰动世界的泄密案呢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透露的第一个信息呢 他给这个大规模的机密文件 泄露的嫌疑人 做了一个定性 报道中认为 美国政府机密文件 大规模泄露背后的人 是一个年轻的 有魅力的 枪支爱好者 他与疫情期间 同样孤独的网友 分享了高度机密的官方文件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网络群组呢 这个泄密者呢 是这个群组的老大 这个群组呢 他充满了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情绪 那么在这个群组里边的人呢 都是对枪支 军事装备和上帝有共同的爱好 那么这个紧密城的群体成员呢 大概有20多人 大多数是男人或者男孩 他们从2020年在discord这个社交平台 组建了一个邀请加入的俱乐部 这个泄密的主体啊 就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一个网络群组 20多个人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信息呢 就这个报道里面 就这个造势者 这个机密文件的泄密人 他的网络代号是OG 那么OG这个人呢 他是这个群组的老大 那么他为了吸引这些群组 他的追随者的关注 他经常在群组发布一些 就大家看不到的机密 他是一种炫耀 而且呢 他靠这样一些 透露劲爆的内幕信息呢 他吸引他的关注者 或者吸引他的追随者 崇拜者 他甚至在有一个时期 看到他的这个群组啊 对他发布的这些情报呢 不感兴趣或者讨论不多 他发脾气 他说你们要不感兴趣 我以后就不谈了 我以后就不说了 所以说这个人呢 他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他就希望靠吹吹牛啊 靠靠这样一些 透露这些劲爆的信息 来笼络 来吸引他的这些追随者 那么第三个信息呢 大家要了解 就是他这个群组里面的成员 是怎么来评价这个泄密者OG的 华春天邮报报道中 他采访了他这个群组的一个成员 有一个成员说 这个OG啊 是很迷人的 他大概呢 20出头 20岁左右 他很健康 很强壮 他有武器 受过训练 你可以期待在某种疯狂的电影中 看到过这样的这类人 那么这个群组的成员 也向华春天邮报的记者 出示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显示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OG 站在一个设计场 戴着安全眼镜和耳罩 拿着一把大步枪 对着镜头 大喊一系列的种族主义 和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然后向一个目标 发射了几发子弹 年轻的成员 似乎被这个OG 狂妄和武器技能所吸引 他对这个被描述为 像叔叔一样的人 有某种亲近感 在另一个场合 他被描述为一个父亲的形象 所以说这个OG啊 在这个小的这个群组里边呢 他给自己营造了一种啊 非常高大上的形象 他也确实征服了 他这些群组的大部分成员 他也很享受 在这个群组里边当头 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呢 他提到一个其他媒体没有报道内容 就在今年二月份 就中国气球飘到美国来之后 这个OG呢 也及时在群组分享了美国掌握的这个机密情报 第四个方面信息呢 值得大家了解的呢 他这个报道中提到 说他这个群组的成员 接纳了来自欧洲 亚洲和南美的网民 几乎各行各业都有 差不多有一半是美国以外的人 甚至包括东欧集团的那些前苏联国家的人 也包括乌克兰人 那么第五个方面的信息就非常有意思 特别值得啊 这个中国的网友这个重视 他这个最早泄密是从哪泄密的 因为这个OG啊 就这个泄密人 他本身没有刻意去泄密 而且呢 他一再重申 这个群组的人呢 他的追随者 只能内部看一看 他给的这些劲爆的料 不允许在外面传播的 那么这个 这些机密信息 究竟是怎么传播 被谁传播的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 这个就既然与毛泽东有关 这个与中国有关 他这个群组里边有一个人 他开示那个YouTube上户 而且呢 他在YouTube上呢 有24万多粉丝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军事迷啊 或者这样一个 美国极右翼的这样一个 政治立场的人 能够在YouTube上有24万人粉丝 这个也是了不得的 那么这个叫 哇毛泽东的 他的网名呢 就是哇毛 他的头像是毛泽东 背景呢 那个图片呢 也是毛泽东 他看来这个人呢 他是很崇拜毛泽东的 那么这个哇毛泽东的 这个YouTuber 他是最早把这个 OG的这个 透露一些 机密的情报信息 放在他的YouTube上 进行传播的 那么现在追索来追索去 就除了他这个群组以外 发的这些机密信息以外 就是这个 哇毛泽东 这个YouTuber账户 对外发布的 那么现在 媒体普遍追踪到说是 Telegram或者是极右翼网站的 这样一个留言板 公布了这些信息 是三月初 这些三月初公布这些信息 都来自于这个 毛泽东的这个 YouTube这个频道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OG的 他这个社团群组 以及所有的成员 他们都非常憎恨 非常讨厌 这个所谓毛泽东 这个YouTube频道的发布者 他认为他害了大家 他害了OG 这是第五个值得关注的 第六个值得关注的信息 这个事件 全世界关注这个泄密事件 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那么在纽约时报 报道这起泄密事件之后的第二天 这个OG 这个泄密人 在他这个群组出现了 那么他这个群组的成员 对于华盛顿邮报记者称 说OG 他显得很疯狂 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 他说有事发生了 他向上帝祈祷 希望这件事不会发生 但现在他在上帝的手中 那么就显然 这个OG呢 他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啊 他是有一定的恐惧的 他没想到事闹得这么大了 那么第七个方面 值得网友了解的 也是很重要的信息 就这个OG 是不是吹哨人 他是不是在揭露什么 或者他是不是认为 他在做他正义的事 那么这个OG的这个群组啊 成员说OG肯定不是吹哨人 因为呢 看不出他为所谓的公共利益而揭发官方的机密 他只是为了网上的他这个群组 或者他们认为是网上这个小家庭的成员的受益 为大家分享一点刺激性的消息而已 他并不是像斯诺德 斯诺登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泄密者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种新型的 就网络这些明星呢 或者网络大V啊 他们为了凝聚力 为了成名 做出的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事 那么最近 全世界都在热扫这个话题 而且美国政府也宣布在调查这个事 那么OG目前是什么反应呢 他在做什么呢 这也很有意思 这就像一个真人秀祭史片这样的 就是我们每天也能了解到 这个OG他在背后做什么 这个社群的成员呢 也向媒体介绍说 这个OG呢 关闭了他这个群组 然后呢 又去开闭了另外一个新的群组 他们群组的人呢 在新的这个服务器下面的 这个成立的新的群组里面呢 都一片哀嚎 大家互相哭泣 这个年轻人呢 他不知道他们闯了这么大的祸 而且呢 普遍也意识到 未来不光OG他一个人会被追究 就其他的有些人 可能也会被追究 你包括那个毛泽东 那个账号的人 所以这些年轻人呢 现在越来越感觉到 闯了大祸 第八个值得关注的这个信息呢 是美国政府和军队系统内 有成千上万像OG 这个年龄的年轻人 他们从初级到低级的职位上工作 都有可能接触到 这个OG分享的那些机密文件 而且呢 从OG的谈话中 这些记者们也看到 OG呢 和他的同龄人相比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 他也没有预测事件的特殊能力 只是希望让一些青少年崇拜他 那么这个呢 就给美国啊 这个情报系统 这些军方呢 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或者难题 就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生活在网络上 他们希望能够在网络上引起关注 受到追捧 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包括自己的工作 包括自己掌握的机密 那么这个就与传统的这种泄密者呢 就不一样了 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是庞大的 就如何解决这一类潜在的风险 可能是在新的网络时代 互联网时代 带来的新的问题 你像过去的泄密者啊 要么泄失愤呢 要么是为了换钱呢 要么是为了政治理念呢 像这种完全就是为了增加粉丝的关注度 或者粉丝的忠诚度而泄密的 这个是美国情报机构啊 美国官方遇到的新问题 你包括俄乌战争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俄罗斯的也好 乌克兰的也好 有些年轻人在网络上炫耀 结果招致的一些不测 所以这个是这个社会可能都需要面对 这一类的新的安全风险问题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 可能大家对这个事件呢 会有一个完整全面的理解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台湾的大选呢 又有新的戏剧性的发展 今天上午台湾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 人家对外发布一个信息 说这个国民党内啊 现在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侯友宜能够代表国民党 出战2024大选 上午说完之后啊 这个郭台铭这边就不干了 或者是台湾的舆论呢 就有点懵圈了 因为郭台铭呢 早早的跳上LT给大家讲过 LT形容郭台铭早早的穿着小短裤 戴上拳击手套 跳上拳击台 等着来侯友宜来挑战 甚至是一直催促侯友宜出来竞争 有一种孤独求败的感觉 这怎么还在台上跳的这个 郭台铭突然听到国民党说 我们早定了是侯友宜 你到台上跳什么跳呢 这一下呢 让台湾舆论就爆炸了 那么对郭台铭的伤害显然也会非常大 那么到了今天下午 这个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呢 他也感觉他上午说的这个话呢 可能伤害了郭台铭 或者是无预警的打击了郭台铭 那么他下午呢就做出了一些修正 他说啊 我上午说那个啊 党内的共识是侯友宜 你们不要理解成啊 我们党已经定了侯友宜 是唯一的2024候选人 那个还没有定呢 我们只是分三个阶段 他今天为了把他那个故事讲圆滑 他说我们第一阶段呢 是党内的整合 目前党内的整合呢 就整合出来侯友宜 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在整合包括郭台铭在内的泛兰阵营 你看他这就讲出来 就郭台铭呢 还不是国民党的核心 但是是泛兰的阵营 那么泛兰的这个范围内 确定一名候选人的话 会把郭台铭考虑进来 与侯友宜进行比较 谁厉害 谁就出战 他说这还不算 不光侯友宜 不光这个郭台铭 我们还有第三个阶段 国民党 我们到最后还要去来整合 非绿的阵营 因为除了蓝铭 这就把郭台铭算进来了 除了蓝铭以外 还有白铭 这个民众党 我们到第三个阶段呢 再来考虑 包括柯文哲的事 这里也考虑进来 最后我们才能确定 谁作为2024国民党 确定的候选人 这样一说呢 就好像 你郭台铭呢 我没有把你排除在外 你是第二个阶段 要考虑进来的 那么对于国民党今天呢 就谁能够代表 国民党参赞 这一天呢 出现过山车的这个舆论呢 而我挺想做 两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对于郭台铭呢 早早的表现出自在必得 早早的出现在这个 拳击场上啊 国民党的这个言论 显然是给郭台铭泼了冷水 尽管他讲第二阶段 会考虑郭台铭 但是呢 他显然首先明确了 国民党内的共识是侯友谊 那么郭台铭为了取得 国民党的支持 他向国民党鞠躬 承认上一次 一气之下脱党 是对不起国民党 要挽回损失 要国民党把郭台铭 当自己人 那么现在这个秘书长一讲呢 这个郭台铭还不是自己人 所以这个受打击最大的 还是郭台铭 那么第二呢 LT想做的评论 你看国民党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他除了确定侯友谊 是他的共识之外呢 他第二阶段 他实际上想吞并 消化郭台铭的影响 把他归入 国民党的势力范围 第三步呢 就是非蓝营的 反律的阵营 那就是想把 柯文哲的选票 柯文哲的势力 也纳入国民党的这个受益 那么这种理想啊 就通吃啊 除了民党以外 国民党想通吃 能不能够恶诚 LT的认为 这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首先 你就没有信任 这种非国民党的势力 你首先就没有信任郭台铭 而且你所谓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你明显就是一种收割势力范围 而不是团结争取 所以国民党今天的这种信息乌龙 LT认为对国民党未必有正面的效果 第六件重要的新闻与网友分享的是 今天彭博社有一个报道 很有意思 它标题是 孙正义大撤退 软银 接近清仓阿里股份 这在财经界是一个重大新闻 因为阿里呢 马云回国 阿里做了分拆六大事业部 那么对股市来讲 这都是很正面的信息 那么在这样一个很正面的形式下 孙正义大量的清仓阿里的股份 大幅度减少阿里的股份的持有 那么按照今天美国证券会SEC 近期发布的监管文件当中透露 就是软银在阿里的股份 从34%削减到只剩下3.8% 就在过去的几年呢 大幅度减持阿里股份 那么最新的减持呢 是今年从13.7% 一步减到3.8% 软银在过去14个月 平均出售的价格为每股92美元 那么这个呢 对于关注阿里股价的网友 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 因为阿里巴巴在2014年 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天 开盘价就是92.7美元 这也代表软银持股阿里8年 他的投资回报几乎是零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啊 他不应该做出这样一种决定的 重大决策的 那么对于这条新闻 LT想做两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孙正义啊 他的确是看不到在中国的希望了 才做这种决定的 因为阿里在中国经济领域当中的存在啊 他就是一种垄断地位 他就是一种啊 国家工具 他好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 那么为什么孙正义要放弃呢 因为孙正义啊 他对习近平接管之后 他曾经有幻想对习近平 然后受到打击破灭 之后呢 又有幻想 又被打击破灭 所以经过了几轮折腾之后 孙正义啊 他认为 他不应该再把习近平当作啊 可以值得期望 或者可以值得依赖的人了 所以他就把在阿里的这种股份 从三十几一直到百分之三点几 那么未来一定会再减少的 那么中共方面呢 中共的党媒在去年 也批评了所谓孙正义的短视 你怎么习主义领导多好啊 你怎么还认为习主义领导没有前途呢 也批评过孙正义 那么孙正义呢 也针对中共党媒的批评 他也做了回应 他说我们不会撤离中国的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在中国投资的 但事实上孙正义呢 只有撤出 没有增加 所以LT第一个评论 就孙正义他是痛进尸痛 尽管他吃了四块肥肉 他也不得不吐 至少在经济上判断 他认为早吐早切割 比晚吐晚切割要好 这是这个新闻 给我们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方面评论呢 是孙正义目前呢 确实他也缺钱 就孙正义在2016年左右 有一点的自信心爆棚 因为他投资阿里啊 取得了巨大成功 让他呢也成为一个神话 但是孙正义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了神话 他也认为他能够点尸成金 所以说他就在全世界去发行了规模巨大的愿景基金 包括沙特这些国家主权基金都加入孙正义 因为大家看好孙正义的眼光 但事实上这几年 他除了当时误打误撞投资阿里 那个是巨大成功 他在后来再投资这些企业 都没有像投资阿里那么成功 所以他现在本身由于投资的失误 也导致了他的经营亏损 他也缺钱 也导致他不得不出让一些阿里的股份 但是他如果看好阿里的话 他没有必要去出售股份 因为阿里这些股票去贷款 一样能够筹集的规模相当的这样一种现金 但是他选择的是大比例 大规模的抛售阿里的股份 所以他本质上他还是与阿里 与中国做某种切割 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一个 在中国在海外舆论非常热门的话题 这个LT也曾经与网友谈论过这个话题 就是习近平对解放军空军的上将 刘亚洲下手了 那么这件事是从2021年 就开始在海外网络热议 但是当时第一时间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当舆论曝光刘亚洲被查 在2021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第一时间出来辟谣的 竟然是刘亚洲的弟弟 亲弟弟在美国的刘亚伟 刘亚伟还以不屑的口气 挖苦讽刺爆料的网民 但是尽管刘亚伟他辟谣 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 就是2021年的4月份左右 海外的网络依然监听刘亚洲被查 要被抓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当时在观察这个事 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些消息这么坚决 绝非空穴来风 但他的亲弟弟又在否认 所以这个事LT还是有一段时间 还是将行将疑的 那么到了今年 这个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了 他的弟弟不再辟谣了 而且从3月份以来 中国的官方媒体加入了这种剧透 中国的官方控制的外宣 专业媒体就开始介绍了一些详细的情况 4月12日 就中共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外宣媒体 新岛日报 他就做了非常明确的报道 说中央军委已完成对刘亚洲的调查 事案金额巨大 已经移交军队的司法系统 报道还指出 监狱其影响颇大 军队已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的活动 要求清理其有害信息 那么有中国的官媒 红色文化网也在4月12日当天 发布了一个长文 标题是 刘亚洲在为谁殉道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 就痛骂刘亚洲是两面人 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重队 普世架子的吹鼓手 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 带路党的带头人 而且给刘亚洲做了一个官方的定性 说刘亚洲是党内的阴谋家 那么目前中国的网络 仍然能够搜到一些 刘亚洲的过去的文章或者著作 但是相当部分已经被屏蔽了 香港的《明报》昨天报道说 中共当局对刘亚洲的调查 近期进入结案的程序 刘亚洲深陷要案 涉嫌以基金会协会等名义 拒碾财富 有严重的经济贪腐问题 那么该报还援引京城消息人士称 刘亚洲或被重判死缓 那么官方背景这个文化 红色文化网 还从刘亚洲的诸多的著作和文章里边 来寻找他反党反习的蛛丝马迹 这个就要找证据了 那么他在这篇文章里边 他找出来的证据是这样 刘亚洲曾在文章中写道 我愿意做思想先锋 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我连活着都不怕 还怕死吗 在中国讲真话真难 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那么对于刘亚洲被抓 或者刘亚洲会被习近平言处 这么一个事 LT想做五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是 从2021年海外热传刘亚洲被抓这件事 那么在最近的中共的官方媒体和外宣媒体 算是得到了印证 LT是相信刘亚洲的确是被抓了 那么怎么看2021年刘亚伟的辟谣 他的亲弟弟辟谣 那么回头再看 LT感觉就像很多担心中共初年九初的家属的辟谣一样 就他的亲弟弟尽管在美国 他当时第一时间出面辟谣 是向中共的嗜好 讨好 或者叫挽救性辟谣 或者讨好性辟谣 那么这种讨好性的辟谣 显然没有帮到他的哥哥 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个评论 LT认为 刘亚洲被逮捕 会被重判 你如果站在更远的距离 更大的范围来看 这个只不过是填补了习近平的空白 就习近平 他从2014年开始 他在打掉了所谓的周永康政变集团之后 他煞有介事的 从2014年开始 每年都在中共党内讲 说党内要警惕阴谋家 那么中共共产党的历史 只要是有人提党内的阴谋家 他就是特指一种人 什么人呢 就是基于或者是有心篡夺党的领袖地位的人 才成为党的阴谋家 你比如说你一个公务员科员 你想当科长 没有人说你是阴谋家 你甚至你想当省长 也没有人说你是阴谋家 你只有想篡夺党的最高领袖的位置的人 才被会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内的阴谋家 那么2014年开始 习近平就制造紧张气氛 说党内有阴谋家 那么中共党内挖地三尺 没有挖出来阴谋家 你谁 2014年以后 谁想篡夺习近平的位置呢 你比如挖来挖去 挖了一个孟建柱的秘书 孙力军 孙力军他连部长的位置都没搞到 他怎么会去想习近平的位置呢 所以说习近平也没好意思给孙力军 安上一个阴谋家的名头 那么到底党内有没有阴谋家呢 如果没有阴谋家 那就是你习近平在凭空捏造 制造紧张空气 所以说习近平一定要挖出一个党内的阴谋家 挖来挖去 上将刘亚洲被习近平看中了 所以说LT认为 刘亚洲被抓 是习近平极需要一个阴谋家的人形 而且呢 要说服党内 他确实像个阴谋家 那么解放军的上将 够资格当这个阴谋家 你如果再选什么副省长啊 什么副县长啊 这个可能习近平自己都不好意思 所以说与其说是刘亚洲犯事儿 不如说是习近平 他寻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人 填补了他在中共党内 制造的紧张空气 或撒下的弥天大谎的需要 所以LT是这么看 刘亚洲被捕 这个是习近平的政治需要 第三个方面的评论呢 是刘亚洲被习近平抓 LT认为是大概率的事 因为刘亚洲 他的这样一种啊 亲民主的观点 赞成普世的观点 他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有的 他在胡温时期 他就特别明显 他一直是这样的 而且他的出生 也是从文艺青年开始的 他从在武汉大学 读大学时候 他写小说 写诗歌 他一直是一种啊 向往民主的 这样个价值观念的人 那么这种观念 与习近平的这样一种 党文化 独裁 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所以他被习近平抓 这个是个大概率的事 那么第四个想做的评论 就蔡霞教授啊 认为刘亚洲是第二个任志强 这个观点 LT是赞成的 因为刘亚洲 他在2012年以后 他在微博上 他经常会做一些发言评论 对习近平搞这种啊 个人崇拜 搞这种极权 是表达了明显的不满 这个就挑战了习近平的个人的权威 但是呢 LT也不完全赞成 说刘亚洲呢 很像任志强 LT认为刘亚洲与任志强 做代表类型来讲 他们还不一样 任志强呢 他出生红二代 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红二代家庭 他不是一个中国政治概念上意义的红二代 因为所谓的中国政治意义上的红二代啊 他还是开国元勋的这些子女 你不能说家里面有个老红军就是红二代 那中国农民很多家都是红二代 实际上 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到 现在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红二代的这些荣华富贵 那么刘亚洲 他是个标准意义的红二代 他除了他的父亲 购不上真正的开国元勋的地位以外 因为他的老岳父 老丈人 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李先念 所以刘亚洲 他及红二代 太子党 于一生 就某种程度上来讲 刘亚洲是习近平与红二代决裂 或者是杀鸡 给其他的红二代看的一个猎物 因为李先念的家庭 他都敢动 都敢杀 就其他的中共的遗老 中共的这些什么老领导 都得给我老实 所以说习近平整治刘亚洲 他与整治任志强的政治意义上来讲 他的用意要大得多得多 那么第五个评论的LT认为 习近平抓刘亚洲 是习近平在党内 抓阴谋家的 这个政治运动的开始 开端 只是抓的第一个人 在刘亚洲之后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党内阴谋家被抓 所谓的党内阴谋家 就习近平他一定要制造这种气氛 发动党内来挖掃 寻找潜在的挑战习近平权威 甚至影响习近平的位置的这些势力 甚至不排除现在习家军内部 互相检举 互相陷害 来为习近平呢 确定第二个党内阴谋家 而做出一些政治竞赛 所以抓刘亚洲 这个绝对不是句号 他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独裁者 只有通过制造这种恐怖气氛 只有通过发动党内的互相检举 互相揭发 他才能够寻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和心理上的安慰 才能化解自己的焦虑 毛泽东也一直在做这件事 所以习近平 他一定会继续的来抓 这种阴谋家的活动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